是的我要被百兽代替了 我要当百兽的替补了兄弟 你太懂了 AG一安在直播时爆料自己要成为百兽的替补 可能有开玩笑的成分 但也绝对不是空穴来风 这次转回期大家都在说百兽准备加盟AG 并且还有可能和阿改一起打包 AG花费千万的价格 并且中意也有可能一起加盟 如果这几个人都来的话 对于AG的整体实力肯定会有提升 但这一切都还没有尘埃落定 要知道上个转回期时 百兽加盟AG的呼声就很大 百兽也来AG失去了好几天 但最后时刻还是没能成功 第二季临时加了一波价 AG就觉得不值了 这次转回期 百兽的挂牌价格和上次差不多 上次觉得不值 那这次AG就觉得值了吗 百兽在春季赛的表现算不上出色 尤其是跟他自己的巅峰期相比 还差了不少 他也不算是个年轻选手 阿改更是全联盟最大的选手 AG就算是拍下这两人 其实也用不了太久 不像是中益这样刚成年的选手 可能还远远没有到巅峰期 一安上个赛季的表现 有时候很抽象 经常成为突破口 但他在路人局的表现还挺开锐的 看一安直播巅峰赛 轻松八连胜 几乎把把MVP 要知道最近不少主播 都在挑战不拿MVP不下播活动 一向以技术著称的赖神 为了拿满15个MVP疯狂加班 最终打到凌晨4点多才下播 可见想要把把拿MVP 还是挺难的 当然路人局和比赛是两个游戏 一安在赛场上面是个合格的A组编路 但上限确实不够 不少人都在调侃 一安这人没什么毛病 心态好 对队友的态度也好 也有团队意识 就是菜了点 AG倒是也没有对不起一安 毕竟如果一安不在AG 而是在其他俱乐部 可能大家都不会关注他的表现 如果一安成为百兽的替补 那AG确实能在夏季赛冲击一波S组 不过对于未来可能也没有太大的加持 第二季双人组确实年龄都不小了 这波超过千万的花费 俱乐部可能还得再权衡一下 AG的金主预算很高不假 但有的时候也得看看值不值吧 A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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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G